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与台积电首席科学家黄汉森 共同于电机电子工程学会发表文章表示 十年内AI需要GPU装置数量将是当今的十倍 半导体技术是AI的关键推动力 气光子将成为半导体最重要的技术之一 美国商务部29号公布 二月排除食品与能源价格的核心个人消费支出指数 年增2.8% 月增0.3% 联准会主席鲍尔在旧金山的一场会议中表示 近期美国通膨回升 联准会仍维持在对抗物价上涨的轨道上 矽谷媒体The Information报道 微软和OpenAI正就一项资料中心专案计划进行讨论 当中包括一台超级电脑 内涵数百万个专用伺服器晶片 预计最快在2028年推出 美国零售巨头好诗多虽然贩售商品多元 但一些大型家电或家具却只能线上购买 好诗多近期表示 将在阿拉斯加州安克拉志市开设新类型的门市 专门展示家电和家具 让消费者有机会亲眼看到实体商品 新唐人也来电视整理报道 新售家电 Meteor